今天做一个酸菜鱼 很简单 这里有两件鱼芯 买了两件鱼芯 这两件鱼芯也很漂亮 我去开这一档鱼芯 鱼鱼已经打好 很漂亮 很厚肉 两件都这么大件 印干少少水 今天煮酸菜鱼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的 和北方人煮的酸菜鱼锅不同 我们就印干水 印干水 用少少盐花去腌一下 少少就可以了 现在冬天都没有什么鱼可以吃的 温哥说可能大风雪 那些鱼船都不出去 我现在就先醃一醃 醃了它之后 在锅煎的时候 我再轻轻 撲少少生粉 在表面上 令它有少少脆 你也可以不下这个步骤 其实这个三文鱼也很快脆熟 我今天就用这一只酸菜鱼 很简单 做酸菜鱼 一块姜 材料就这么简单 切多姜 这些我们就要 渣干水 这个菜是很惹味的 好好送饭的 现在的人不是说 要好饭的 我们生活的地方 不是说 要吃很多咸菜 好像前次那样 要送很多饭 不是这样的,现在多数是我们要好吃,又要煮环球菜 近时很多人说要煮饭,要饭送饭 现在相信都不是唱这支歌 这里有一条辣椒,我们切一切 材料就这么多 现在的鱼要煎的时候,放一点粉 它就会好煎一点 一点都可以了 它煎起来就会比较好 比较好一点 少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去煎了这两件三文鱼 放一点油 煎三文鱼就不需要加很多油 因为三文鱼本身都油份很足够 因为我们这个是易结锅,就不需要等到这个锅 如果是红热,很热,出烟,就不需要 对这个锅也不太好 用这样的情况下,煮出来的菜也不太好 因为我们不是生铁锅,熟铁锅那些 我们是易结锅 好了,现在我们现在就放两件三文鱼 中火去煎 我会煎到它两面金黄色,铲起来 我们今天就煮我们的酸菜了 好了,现在就去煎煎 先煎一下 这里有鱼鱼网站 我要煎一下 煎一下 鱼鱼 炖了 两面金黄色 我再煎一下 先把生鱼鱼油炒上來 我用三文魚魚油 很有益的 不要掉了 我便炒 炒這個 加點薑 酸菜要炒香 炒香 濃烈的。 把酸菜放入鱼肉, 鱼肉上鱼肉, 夏天加入鱼肉, 水 滾了就可以下味 煮了 酸菜鱼 下味 放少許抽油 可以加少許魚露 但我今天不放魚露 我放少許蠔油 我放少許蠔油 大約1茶匙半 要試一下 我們放少許糖 我放少許糖 因為有少許酸 因為酸菜有少許鹹味 加了蠔油 也加了酒 我們現在試味 看看會否過鹹 或是不夠味 我用一個乾淨的羹 加少許糖 放少許糖 這個酸菜煮魚 已經做好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這些是很好吃的 小孩子很吃得飯 送一碗滿滿的絲苗米飯 送的酸菜魚 真的很和味 準備起鑊的時候 好喝 再加少許芫茜 加少許芫茜 上去 我洗淨的芫茜 直接這樣砸下去就可以了 芫茜很香 加少許芫茜 上去 這樣現在就可以起鑊了 酸菜煮鱼煮好了 非常惹味 不一定要做酸菜锅 这是我们法座家庭果练 酸菜煮鱼 今天用2kommen鱼芯煮东西 再播烂 1家4口便几乎 2千鱼芯很厚 很快脆 不需要很复杂 每一餐煮飯時, 令人很疲惡 這道菜已經煮好了